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元神频道 我是爱元神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视频是关于凝光作为主持人的大型养神攻略 主要针对不打深境螺旋 专注联机副本以及秒杀世界巴士的平民玩家 1.阵容搭配以及替武需求 因为凝光的属性是不与任何元素反应的岩元素 所以凝光的阵容不靠元素反应打伤害 针对凝光的三大劣势 1.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容易被秒 2.对决能力差 3.虽然好破岩盾 但是队员属性史莱姆伤害免一提出搭配建议如下 凝光加温迪加巴巴拉77加不畏 配对思路 其1.温迪巨怪 能够弥补凝光对权能力差 即便是灵命的凝光 重机也是有小范围AOE的 所以只要有温迪 凝光放心养 其2.推荐巴巴拉与77 却不推荐女扑组成装颜 因为巴巴拉和77泛用性广 可怜鸡 可奶 可破火盾水盾 6命还可以复活 女扑男人需要下场打输出 巴巴拉和77释放小技能就可持续治疗 不会是根据怪物的盾的属性进行搭配 如想灵光打出极限伤害 那么不会建议盐阻 利用双眼增加灵光15%伤害 最好不过是钟离 因为其大招的石化怪物的能力 为灵光提供了稳定的输出环境 对于兵属性深渊法师 兵属性于人众 极动术以及木盾丘丘人 建议不会相邻 以脱手技能过巴快速破盾 若这龙龄乃为巴巴拉 对于水属性深渊法师 雷属性于人众 建议不会中元 以小技能加大剑平A三下快速破盾 若这龙龄乃为77 对于火属性深渊法师 火属性于人众以及爆炎术 建议不会莫娜或行秋 靠小技能快速破盾 对于水属性于人众 建议不会飞蟹耳 用小技能奥兹快速破盾 避免灵光呱沙 对于炎属性史莱姆 炎属性于人众以及炎顿秋秋人 灵光破盾后 除炎史莱姆虚幻辅助输出外 其他都可以继续打出爆炸输出 比较泛用的补味 钟离 香灵 前者极限输出搭配 后者可针对大部分情况 材料副本除外 二 灵光突破材料的获取建议 灵光升级技能以及等级突破 都需要打于人众掉落的灰迹 所以建议世界等级突破前 扫荡三天灵局关以及顿玉灵 灵光突破材料需要琉璃百合 建议每两天扫荡每次 离岳港玉金台以及清澈端的梯田 灵光突破材料需要打无象之炎 获得悬炎之台与黄玉快 因为无象之炎免疫灵光伤害 所以这里建议补位输出打 依靠菲谢尔的奥兹 以及他与温迪的普攻打 悬在空中的无象之炎 用灵光普攻破墩子 灵光的升级技能材料繁荣 建议周一与周四打 周日体力建议留给周长副本 三 武器选择建议 侍奉原点 毕业武器 侠里略其附加的暴击磁条 以及元素增伤很优秀 但需注意 选择此武器 圣移屋的李之冠建议选择暴伤以互补 流浪月章其附加的暴击伤害磁条很优秀 但需注意 选择此武器 圣移屋的李之冠建议选择暴击以互补 且技能增加伤害不稳定 四 前期以及中后期的圣移屋选择建议 一 前期建议战狂式箭套 暴击一时爽 一直暴击一时爽 下图仅供参考 空之杯建议选择炎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攻击力加成 李之冠根据武器选择暴击或暴击伤害 随机附词条建议对攻击力 暴击 暴击伤害 一些少量元素精通加护盾厚度 一些元素充能加快大招释放 少量生命值加成保证血线健康 二 后期建议二加二加一模式 其有果的盘研二箭套 获得百分之十五元元素伤害加成 夹角斗四二箭套 基础攻击力提高百分之十八 加成佩如下图 空之杯建议选择炎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攻击力加成 李之冠根据武器选择暴击或暴击伤害 随机附词条建议一堆攻击力 暴击 暴击伤害 一些少量元素精通加护盾厚度 一些元素充能加快大招释放 少量生命值加成保证血线健康 三 若对物理有中理 也可以使用流星套 下图仅供三考 武器也可选择程式之所 长时间战场输出 四箭套效果 处于护盾必要下时 而外获得百分之四十普攻和重击伤害加成 空之杯建议选择炎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攻击力加成 李之冠根据武器选择暴击或暴击伤害 随机附词条建议对攻击力 暴击 暴击伤害 一些少量元素精通加护盾厚度 一些元素充能加快大招释放 少量生命值加成保证血腺健康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有更多好奇和需求 记得点赞 评论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也祝大家都可以获得心意的角色 抽卡必出货